我是個好美的 歡迎光臨 現場的 seeingHello 就這樣 這個這個 請 miesz 激情從事為了 親密ht 有什麼 提醒比較 好 今天是比基尼的那個 怎麼今天沒有穿比基尼的 有 我就知道你們一定會問我這一題 所以我其實有穿 而且穿在裡頭 也有露出來一絲絲啦 對 因為身材就是沒有前面的這些女神好 所以打算就是先藏著就不露出來了 但是還是有乖乖穿的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穿比基尼的 然後會有答應嗎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下吧 他現在人在馬來西亞其實是管不到的 然後我自己也有想過 可能再等個一年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就可以放肥自羅 為什麼要等一年呢 因為今年29嘛 等30歲他就真的管不了我了 那你平常私下有穿比基尼出去玩嗎 平常有有有 很少很少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愛玩水 但是我之前去年生日的時候 就特別去了海島國家玩 然後發現原來還有另外一種玩法 就是不一定要泡在水裡面 而是你可以穿著漂亮的比基尼 然後拍照 然後在岸邊西西玩沙 或者是在陰涼的樹底下 然後喝一些椰子冰沙 我覺得那裡蠻開心的 剛才有看到後面有很多玩的 有什麼特別想要玩嗎 有我剛剛看到了非常多的游泳圈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問我的那個經紀人說 我等一下可不可以下去玩玩水 但他們說因為我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代言活動 所以我今天可能只能踩到邊邊而已 沒有辦法下去 但是希望現場所有的人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那就是要不要講一下就是 就是平常防曬的小面霜 喔天啊 防曬真的很重要耶 我真的發現其實連在棚內錄影的時候 都曬黑了 因為我沒有注意那麼多 就是當然平常有化妝有擦乳液都還好 結果沒想到我曬黑的居然是我的手指頭 因為我都拿著麥克風 後來就發現連手指都一定要防曬 大家很容易忽略到這個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平常在外面的話 我真的是會盡量避免站在太陽底下太久 像現在 我就覺得我的肩膀很燙 但是物理性的防曬 還有就是化學的這些防曬乳啊什麼 其實都可以嘗試 然後我推薦給大家一個 為了對環境還有環保好一點的話呢 希望大家不要再用防曬乳 可以用椰子油來取代 椰子油是可以防曬傷 但是它不防曬黑 那曬黑了沒關係 我們再慢慢代謝就可以再擺回來 那最後要問一下衣服的情人 前七夕要到啦 你要怎麼做呢 今年的七夕很可愛 剛好是8月7號 北七情人節 但今年呢 我已經check過我們家的行事例了 就是8月7號那天 必須跟爸爸一起吃飯 我覺得這個答案應該非常無聊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因為他8月5號6號要錄大熱門 然後8月8號又出國去錄影了 所以我只剩下8月7號那天 可以陪他過情人節加父親節 嗯 那有想要送什麼禮物給爸爸嗎 沒有耶 今年其實蠻無聊的 我就想說陪陪他吃吃飯 聊聊天 然後 之前就有媒體問我是不是應該送他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想說好 那不然就送他 小情人面一箱 然後還有果膠 以及這個海豚吸唇器好了 那有什麼話想好 就是跟他說 比如說愛他 喔OK 好啊 祝全天下爸爸們父親節快樂 希望你們都身體健康平安 然後每天都能夠更富足在自己的身心靈上面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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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不行 因為我還有一個緊接著的工作 對啊 在哪呢 其實有嗎 有在同一個場地 但是好像是下一層包 是這個洗髮精的代言 在裡面嗎 好 在裡面嗎 謝謝 謝謝